很久没直播了 有很多私信也都没回 评论也没看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 其实我不想这样 我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想法 想做成视频 我还想每天都能回复完每一条私信 看完每一条评论 但现实情况不允许 我是从今年1月中 开始做PS5的小白视频 半年了 现在有6万粉丝 2万是头条的 4万是抖音的 其实算不上多 但是我已经忙不过来了 现在我尽量确保视频的输出量 目前一周要大于三个视频 其实不是没有内容可讲 而是转化效率问题 做视频 发视频 回复私信和评论 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 要有相对比较长 而且没有人打扰的时间 另外还需要头脑清晰 身体有能量 有精力 我这边现实情况 这两点重合的非常少 我这个人不喜欢晚睡觉 一般十点以后就不想思考了 不是不能思考 而是主动不想思考 因为会影响睡眠质量 睡眠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的经历 虽然晚上适合干这种创作类的工作 但是我不想那么做 另外可能是吃的不行 营养不均衡 我的精力能量经常不足 相当于干活续航不足 要经常休息 还有我最近经常往医院跑 扎那个针灸 我的左腿膝盖后窝的那个里面 有运动损伤 是打网球打的 有一个来月了 现在每次运动之后都会加重 坐一会就会累 需要休息 现在想想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这句话还是挺对的 但是呢 什么事也不能总往悲观了想 我想这个运动损伤 它早晚会过去 它会好 另外这个吃的没能量 不均衡 我想应该还有办法解决 好的是我的睡眠还可以 另外每天会走八千到一万步 每周会打一到两次网球 出出汗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 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是有规律的 关于视频内容 我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想做的做出来 保持稳定的输出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关于私信的问题 我都会回复 但如果你一个月都没收到我的回复 可能是真是漏掉了 他就再问问提醒我 如果发私信着急的同学 可以在群里问 我的主页里有群的 另外可以挨拖 就算我没看见我没回 其他好心的同学也会回复 这个视频就是和各位做一个沟通 很多私信都没回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有个私信看了 显示已阅读 但是没回 可能是我路上抽空看的 看了两眼 但是没时间或者没精力回 就那样放着了 趁以后有比较长的时间和精力 可以回的时候 我还会把它找回来 再回一次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